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但是被紧换在前面 操作步骤 根据你想要放的鞋子的大小长短 将塑料管剪成一段段的小圆筒 然后用打孔器在塑料管的上方分别打上四个孔 但是要注意 每节塑料管上孔的位置要尽量保持一致 以免后期衔接的时候 后部好衔接 打完孔之后就按照上图的操纵 用螺丝将这几个小圆筒一个个的连接起来 根据自己想要的方式 形状各个竖进行随意衔接 衔接完成之后 一个简易的鞋柜就已经完成了 然后根据自己家的装修风格 以及自己的喜好 在鞋柜上进行随意涂压就可以了 将上面的涂压量前后 便可以随便实用了 看 这就是成品图的样子的 是不是美观 大气又实用了 动手能力比较强和喜欢动手的 您可以试一下吧